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易员坐上来 带着会员操作 我现在每天在广播节目跟各位做一个服务 其实我一直一直传达给各位的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从实战的一个交易员的实战的一个过程中 所累积到的许许多多的经验 成功经验 失败经验 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经验里面我们不断的精进 然后求操作绩效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今天有机会能够带着团队成员 一般的投资朋友来进场操作 真的也是算是这么多年来的辛苦 努力得到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所以我做节目其实就是不断的传达给各位 就是一个你在实战交易过程中 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行情 各式各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交易市场 你要怎么去操作 要用什么样的策略 那有一个宗旨 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中心 就是在哪里 就是你的出手时机 这么多年来我说 我们累积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经验累积就是 你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行情 你最后的输赢关键 成败关键 就是我每天每天给各位的 你如果能够在任何一档标的的某一段时间的 所谓的转折位置买进 你一定结果是一定是赚钱的 那差别是赚多赚的 可是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说 赚多赚少没关系 只要能够赚就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 那当然我觉得你很棒 你是一个很知足 会过得很快乐的投资朋友 操作就是追求一个快乐 而不追求压力 所以当你会有这样知足的心态的时候 其实你做转折操作的投资票 其实会更轻松 你会更乐于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追求就是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在转折位置去判读说 它是否某一档标的是否已经进入转折位置 那我们赶快去买啊 这样就对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可是其实我必须讲 对我们来说是简单的事情 可是对大众来说 他可能会说 老师我怎么会知道 哪一档标的现在在转折区啊 因为转折很难在哪里 你知道吗 它还没有涨之前 你要知道它到转折了 而不是涨上去了 你回头跟我说 老师当时那个地方是转折耶 那没有用啊 已经错过啦 对不对 那所以已经转折上去了 你再去买 你的成功率怎么样 就降低了嘛 反而你的风险怎么样 就提高了 那既然风险提高了 成功率降低了 那就不是一个适当的出手时机 就不适合做一个交易了嘛 那这笔单你就不要做了嘛 那如果说每一次都是因为 没有办法判读转折 那每一笔单都不用做啦 所以我说了 如果你要做交易 还是一样 想尽办法去了解 怎么去判读所谓的转折的位置 好 那我们有办法去判断转折位置 所以我们带的客户操作也好 我做节目也好 我尽可能就是做节目 我提前预告 有什么样的标的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档股票 我们准备进场 它的转折位置 然后我带客户操作也是一样 在股票起涨前 我带客户先布局 先买好 为什么 因为它准备转折了 你不要等它转折上去 喷上去了 跳空上去了 你才去追 那就来不及了 买转折的人 不是等它跳空上去 才去追的 那不叫买转折啊 好不好 我们不要再认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资金 暴露在 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交易 那个不是我们要的 那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 最后的结局的成功获利 那所以我们在每一笔 投放资金的当下 要判断说 我现在要判断 我这笔单 这笔交易 我是否能够在现在做出手布局了 那一定是因为 最后原因跟理由 其实不是基本面了 那个当下已经不是基本面了 你懂吗 一家公司 我为什么会锁定它 是因为基本面 是因为成长性 是因为它业绩 是因为财报 所以我锁定它 可是 当我要正式 要确认 要投放资金的那个当时呢 已经跟基本面暂时脱钩 为什么 因为我要判定 它是否在转折区 而决定我是否投放资金 了解 所以我去追踪 是因为我追踪它 是因为它背后的基本面 产业题材 营收业绩 财报 我去追踪它 但是呢 我追踪 追踪 追踪到我准备投放资金的当下 关键因素在于 它是否进入转折位置 了解 所以转折位置 跟所谓的基本面 它是双重的 都是重要的 可是在投放资金的那个当下 你不能跟我说 老师 我不在乎转不转折了 我只在乎基本面好不好 那很抱歉 所有听众朋友 所有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们都有一种经验 就是什么 我曾经买过好股票 业绩大增的股票 可是我买完之后 居然没涨 还跌 对不对 每个人应该都有类似这种经验 那这原因是什么 背后原因就是因为 你忽略了转折买股的重点 重要性 你忽略这个重要性 因为这个这件事 它关乎于你那笔单 最后是否能够顺利获利 它关乎于你这样做之后 是否能够投资股票 轻轻松松 没有情绪上的压力 人做任何事情 只要带着压力在做 我告诉各位 结局一定不理想 所以你要寻求是一种轻松的 情绪放轻松的方式 去做进场交易 OK 好了 既然是如此 我们再回到我们实战交易 我讲过了 我节目中所跟各位报告 任何的交易 都是我们实际的交易 因为我没有做的事情 我不讲 我不会去讲 那个我没有做的 我不会去讲一个 譬如说涨停板的股票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做 我去讲它 介绍它 介绍涨停板 让你误以为我有 很抱歉 这种事情 在我这里 不会发生 你听我节目的 你认同我的 你看我节目的 你认同我的 基本上 我讲过了 你认同我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讲了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笔交易 是实际的交易 不是吹嘘的 不是吹嘘的 所以你觉得我的节目 你可以听听看 关键在这里 好不好 来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报告 我最近带我们的专人通知会员去买了一档标的 其实我昨天也讲 前天也讲 大前天也讲 今天你看 快涨停了 各位 我现在录音的时间 各位看我录影的时间 各位听广播的时间 因为今天我盘后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忙 我今天没有办法在盘后去录广播时间 所以我今天现在 你现在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 其实现在是在盘中交易时间 那这档标的已经快要涨停板了 涨幅已经拿到9%了 那等一下会不会涨停 其实重要吗 各位 因为你不是今天才追的 所以等一下会不会涨停已经不重要了 五天前 六天前 有去买这档标的的 其实真的 今天就是看着它一路上去了 而且一档标的 哪一档 我先讲了 2476的巨响 今天几乎快涨停板了 以我目前录影录音的时间 是几乎快涨停了 等一下会不会涨停 或许会了 但是其实 很重要吗 好 来 重点是什么 不是今天会不会涨停 而是 五天前在转折 六天前在转折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买 对不对 你是我专人通知的会员 你有没有接到电话 你有没有接到 接到第一手资讯提醒你 可以去买2476的巨响乐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里我还是不便透露 昨天公布它的营收 哇大增大成长对不对 可是它背后还有一个story哦 后可能会陆陆陆陆去发酵 可是我说了 公司没有公布之前 我们不做任何的 在公开媒体做任何的一个 跟你说做一个公开 我讲过了 很多事情要公司自己去讲 自己去公开 所谓的一个公开观测站 去做发布 发布 那我们做分析师 我只能跟你说 我没有掌握到一些 关键的一些资讯 那关键在于说 我能不能在转折区先买 那耳后股价一路上去的过程中 那人家放什么题材消息出来了 那就是耳后的事情了 重点还是在转折的时候 你有没有得到通知 我专人通知会员 我会让他们一定要赚钱 一定要安安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 然后得到通知就下单 得到通知就获利下车 得到通知就买进 得到通知就获利下车 不断的买转折 拉高获利 买转折拉高获利 我带我专人通知会员 我让每一个专人通知会员 轻轻松松的 没有情绪上的压力 大家快快乐乐的 而且很多专人通知会员 都还会跟我们做 很良好的一个盘中 或盘后的 可能就是一些互动 比如说会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跟我们的一个 操盘室的一些 一些小秘书 做一些盘后的一些闲聊 互动 其实那个关系已经 升华 已经 它不是那么的像 我们会员的那种关系了 那这就原因就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带的客户是 我们是很 我们是很认真的 在带客户操作 那客户他感受得到的 然后我节目中所讲的这一切 就是带他操作的东西 所以他们知道 我们做节目 我们做这个事业 我讲过了 我带客户操作 这是我的事业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去 糟蹋我自己的事业 那做事业 没有人在做短时间的 是做长久的 所以在 这样子做长久的事业 我们就是好好的去做 是培养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客户 让客户有感受到 我们在带他们操作的过程中的一些 我们的一个认真 我们的一个不马虎 我们的把它 我们的重视客户的一个诚意 让客户感受得到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客户能够真的从中 从交易过程中 真的每一笔交易得到通知的时候 是买在转折的位置 股价拉上去 转折上去之后 我们又会通知他获利下车 然后再准备新的一笔的布局 买转折 然后拉上去之后 再通知他获利下车 有买有卖 买转折拉高获利 买转折拉高获利 客户已经习惯这样的节奏 屡屡的不断的去创造出 他们的资金的增加累积财富 那客户常常感谢我们 甚至给我们一些 一些可能小礼物之类的 那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我们之间的一个相处之道 我们互相诚信 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一个欺骗 不要去做任何的虚伪造假 都不要 就是诚实了 我们的诚信 交朋友 虽然是客户的关系 可是其实我刚才讲过 其实已经很多客户跟我们的互动 像是朋友 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 这个就是回到我讲的 诚信的问题 他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不是在跟他马虎操作的 不是在跟他敷衍了事的 不是跟他收会费 收完之后就不太管他了 而且他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他是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 他 我们操盘是每一个人 从上到下 我们是在乎每一个客户的 风险高的事情 我们不做的 在我这里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 什么追涨停 追什么热门股 追那个人涨三天 八天 十天 二十天的 没有 他们没有感受到这种事情发生 而且甚至很多客户 他感受很深 是他过去曾经报名的 好几家头顾的经验 每一次 都带他去追热门股 最近 最近报名的 新的专人通知的家族成员里面 就有几位 两三个月前 才报名某一个头顾分析师操作 我不便说明 然后跟我们分享什么 跟我们抱怨 他现在手上套了两三个礼拜 一个多礼拜前追的营建股 然后 追完之后 那现在股价下来了 他们没有再跟他讲 后续了 没有在后续服务 他觉得 他这个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他说他完全不懂了 有一点被抛弃的感觉 而且很不负责任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人跟人之间能够互相的吸引 然后能够长期的配合 然后长期的合作 其实就是出自于 你是否带着诚心诚意在对待人家 那对方是能够感受的 这个不是说 某某先生某小姐 我们是很诚意带你操作 你有没有感受 你没有在问人家这种东西的 你今天怎么做 人家感受得到 你是否 事前想过 这样做对客户是比较好的 风险最低 获利率最高的 你有没有这样规划的 你有没有这样想的 你事前是帮客户这样规划的 客户是感受得到的 不用你自己主动说了 客户你放心 我们会很专心认真对待你 这种东西不用嘴巴讲 让客户自己感受 那这个合作关系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很 很 很完美的一个合作关系 来 那说着说着现在 因为我说过了 我们在盘中交易时间 说着说着 2476巨祥 各位如果看录影画面的 我给你看画面 掌停板了 亮灯掌停了 你看我给你看画面 掌停了 那 2476巨祥 亮灯掌停 那这个就是 我说我们 带着我们的客户 专人通知 去操作的 那 如果你也想要 成为我们专人通知的 家族成员 那 今天通通都有优惠活动 我已经讲过了 其实 第一次来报名的 听众朋友 或者是投资朋友 每天看我们广播 或者看我们录影画面的 这些投资朋友们 你信任我们 你认同我们 你知道买转折是对的 那你也尝试的 想要试着去做买转折 动作交易 其实这很棒 人与人之间 枪组就是不断的 互相啦 这是互相 那 我向你学习 你也是向我学习 我们彼此互相学习成长 就是这样 操作投资市场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不会永远都是对的 你不会是最棒的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最棒 那这样的话 你才会 试着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 别人为什么最近做得好 你会试着再去了解 那这也是在学习 对不对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认为 自己是最棒 可是我们所做的 任何一切的 你会发现 最后 我们是能够拿到获利的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巨墙有涨停啊 我刚才录影前 我就说他今天会不会涨停 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重点是什么 来看画面哦 你还没有加LINE的 请你加LINE 因为听众朋友 如果你还没加LINE 请你加LINE 因为加LINE可以看画面 加LINE上面有 YT的影音解盘的画面 你可以点选影音解盘 然后看我们的录影画面 我提供给你一些资料数据 图卡 字卡 财报 检易财报等等 你就可以观察去了解 现在该什么标的 可以我们再操作 你可以有机会介入的 给你操作的一个方式 指引 建议 来 这是巨墙的K线图 五六天前在这里的 73块上下的时候 有没有人跟你讲 去看一下巨墙 有没有 现在五六天后 你看到五六天前在这里 五六天后今天在这里 亮灯涨停 前前后后差多少 前前后后差多少 前前后后差了15块的价差 15块的价差 那代表一张赚1万5 十张赚15万 也就是说你不用100万的资金 你买十张 买十张 买十张 大概前前后后五天 前前后后五天到六天的时间 十张不用100万 大概70多万 70多万的资金 在五天到六天的时间内 你买十张赚多少 赚了15万 20张超过100万资金 大概不到150万 130万资金买20张 可以赚多少赚30万 五天哦 五天赚15万 五天赚30万 只因为 只因为我们是买转折的 OK 如果今天巨墙上来了 拉涨停了 大涨了 我今天第五天 第六天 我现在带你 带你去买巨墙 你觉得我们这个团队 有在照顾你吗 你懂吗 一个团队 他给你任何一笔交易 其实你从每一笔交易 他给你的一个指示 建议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团队到底 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带你操作 你懂吗 每一笔交易 你都感受得到 我们站在我们客户的立场 去做交易 而我节目中 不断不断灌输你的观念 只有买转折才会赚 只有买转折才会赚 我们真实把它复制在 我们的客户身上 客户感受得到 因为他们自己会感受 会看 这笔交易 巨墙 在转折区 赶快先买 今天转折上来了 你看赚多少 10张赚15万 20张赚30万 巨墙 是不是买转折一定赚 不只巨墙 每一次 三四九八扬城 是不是买转折 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 对不对 连续两天两根转折上来 所以是不是要涨停钱要先买 对不对 那你不转折钱先买 你还连续两根涨停 你赚得到吗 你只能追啦 对不对 那股票不能追啊 对不对 股票不能追啊 建仓 有没有 买转折 买完之后隔天拉涨停 那你会说隔天拉涨停 我去追涨停 那就不是我们的风格 你要赚钱也不能这样做 我们就是转折区 我们先买 买完之后呢 隔天拉 隔天跳空涨停 一路上来 我们赚到 那这样多少 一百万赚二十几万 你看你每一笔交易 这样买转折上去 赚十几万二十几万 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万 那你说赚不赚得到钱 赚得到钱啊 8096秦亚 有没有专人通知 买完之后一波上去 赚钱获利下车 每一笔交易 我们都是真实的交易 那每一笔交易 为什么能够赚钱 因为我买转折 所以你交易起来 你没有情绪 没有压力 你就觉得很轻松 你会知道好像又要赚钱的感觉了 你每下一笔单 你都感受到 这笔单又要赚钱 又要赚钱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样做 一路下来 你已经习惯了 赚钱的感受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也想要加入 我们的专人通知的话 我说了 我们通通啊 都三折 三折 三折 优惠 你说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真的假的 就是三折优惠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加入的投资朋友 你认同我们 我们不会说 我们没有优惠 原价 很抱歉 你认同我 我欢迎你 我们降低门槛 三折就好 来了之后 然后赚到了 你会不会续约 会 那你一直续约 一直赚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刚开始节目中 我所讲的 经营一个事业 是长久的 不是你今天客户想来 我帮你聚于门外 因为我要很高价 我这边 我这边都会赚钱 我为什么要降低 降低费用 我为什么要降低入会费 不是这样子做的 要看的是未来 我今天有本质带你赚钱 你来 我先给你三折 我让你就直接 轻松的来之后 先跟着操作 否则什么都没有 后续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先退 我让你先来 今天专门通知三折 把握机会 不限名额 就今天 电话拨通咯 真的欢迎各位 聚想上去之后 换谁 请你得到通知之后 赶快进场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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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